当今社会天灾人祸不断 我们人要面临自然界的压力 也要面对自己心理的压力 所以产生了很多的痛苦 现在每年世界上的死亡人数 是五千八百万人 每天因为各种原因死亡的人数 是十五万八千九百人 很多人想不开 忧郁症、烦恼、恐惧症、很痛苦 已经成为社会的现象 全球有近四亿人 得了精神方面的困扰的忧郁症 自然灾害不断的轻扰着我们 就在上周台风迈克尔登陆美国 已经有六个人死亡 285人失踪 今年二月美国爆发的大流感 一周就有四千人死亡 9月5号 从迪拜飞抵纽约的航班上 有一百人出现咳嗽、发烧的症状 疑似传染流感 在今年的7月8号 印尼龙木岛多次地震 500人丧生 到了9月28号 印尼的苏拉威西岛再次发生 7.7级强烈地震 引发海啸 已经造成2,091人死亡 600多人失踪 1万多人受伤 现代社会 虽然经济文明高度发展 但是天灾人祸 对人类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我们每天想不通烦恼 使全世界每年 有一百万人 因为忧郁症自杀 在美国 忧郁症发病率也是非常的高 每六个美国人里边 就有一个是忧郁症的患者 同时 我们精神问题 导致了肉体的疾病 所以很多科学家研究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的精神上的问题 导致了癌症的复发 美国癌症协会 ACS报告称 就在2018年 美国将有 170余万新发癌症病例 死亡人数可能在61万左右 中文字幕志愿者 亚人数可能在 大际文字幕志愿者 亚人数可能在